那今天我们继续柏林广场第13课的学习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上一个小节 在上一个小节当中 我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德语里面表达频率的一些复词 然后我们通过德国一个商场 了解了德国楼层的一些概念 以及词汇的表达 后来我们还学会了一些表达方位的一些副词 上下左右前后等等等等 那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语法知识 那今天我们要提的语法知识呢 就是第三格 我们主要涉及到这两块内容 什么地方用第三格 怎么用第三格 那因为篇幅的关系 我想把三格这个话题呢 分两个小节来给大家讲 其实第三格这个概念 我相信我们在之前的学习过程中呢 大家已经或多或少的已经接触到过了 而今天我就是在系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 什么地方用第三格 怎么体现第三格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 德语里面我们知道一共有四个格 第一格 第二格 第三格和第四格 除了第二格可能没有接触到过以外 我们目前应该掌握的是第一格和第四格 其中第一格呢 主要是做主语 表语 第四格功能是做极物动词的直接冰语 或者要求带四格的戒指的冰语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理解一下这个意思 第一格是做主语或表语 第二格还没学 第三格呢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接下来我总结 第三格要么呢 是做三格冰语 要么呢 是做间接冰语 要么呢 做戒冰 第四格呢 主要是承担直接冰语的功能 或者呢 部分戒指的戒冰 好 我们来看下例子啊 看下一四格的一些例子 Ich wohne in Hangzhou 那这个句子很简单 我住在 Hangzhou 那在这个句子里面 我们看到呢 主语 Ich 就是一个Nominative 也就是第一格 那他在这个句子里面 就是做主语 第二个例子 Das ist ein Buch 动词ist 是一个细动词 所以他前后 是一个细表结构 Das是做主语 an Buch 做表语 那么按照语法要求 主语跟表语 都是第一格 再看下一个例子 Ich leise ein Buch Ich是主语 Lesen是动词 读 那么他支配后面的这个 书 an Buch 所以an Buch 就是雷人的冰语 所以它是一个四个 四个冰语 最后一句话 Ich gehe ins Bett Ich又是主语 动词 Gain是去 它后面并不能直接跟冰语 但可以跟方位谱主语 In Spett 就是上床去 对不对 我上床去 In 是个戒词 戒词是要分隔的 那在这个地方 按照进三动四的原则 因为我上床去 它是个动态的 对不对 我到床上去 所以这是四个 所以后面的Bet 我前面的定罐词 DoesBet 都按照四个的要求 进行辩位 看完这些例子 相信大家对一格跟四格 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那到底怎么样用第三格 什么地方用第三格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总结一下 常见的有以下三个地方 可能是需要加第三格的 第一点 要求加第三格的动词的宾语 第二点 可以加双宾语动词的间接宾语 第三点 要求加第三格借词的借词宾语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主点的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要求加第三格的动词的宾语 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呢 简单粗暴的讲 就是这些动词后面的宾语 德国人给我们定死了 你就是三格变化 那也就是你也不要多考虑啊 碰到这个动词 后面编语就按照第三格的辩位来进行 那么有哪些动词是要求加第三格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词 注意啊 这些动词都是要背下来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课本的第十七页的背 这里呢 有部分词呢 已经写在这边了 有要求加第三格的动词 另外我也给大家再补充了几个 总之有以下常见的要求加第三格的动词有 以前啊 有同学经常问我 说老师 我碰到一个动词 我不知道他应该是加第三格还是加第四格 有没有什么区分的方法呢 很可惜啊 从单词的长相上面是没办法区分开到底这个词是加第三格还是加第四格的 我能给到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 在德语里面要求加第三格的动词是一个少数 常见的可能也就十来个 那我们要求把常见加第三格的动词是要背下来的 剩下动词碰到了 基本上就知道 急误的话 它就是加四格 好 那前面也说了啊 这些词比较重要 是都要背下来的 那我们也逐条的把每个词呢 都讲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单词 Helph Helph这个词呢 是帮助 首先强调一点啊 Helph呢 现在是变为是有点特殊的 它是要将A变为E的那种变形 也就是说 Ich helfer Du helft Eher sie es helft We are helfen Eher helft Sie sie helfen 类似的变化呢 还有Essen跟Gaben 这样子如果你在德国街头 你需要帮助 你就可以说 Entschuldigen sie Kwenn sie mir helfen Mier 就是helfen的 Bean 也就是帮我 那么按照前面说的三格的要求 这个词加三格 我就应该是 按照三格的变化 将Ich变为 Mier 或者我们再给大家换个例子 Ich habe einen Deutschen Freund Er helft mir oft bei Deutsch lernen 我有一个德国朋友 他经常在德语学习方面帮助我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Helfen这个动词可以搭配戒词 by表示在什么事情方面帮助 像这个句子就是在德语学习方面 Deutsch lernen这方面帮助 顺带提一下 by这个介词也是要求加三格的 也就是说by后面的编语 是按照三格来处理 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动词 Duncan这个动词 现在是变为是非常正常的 阿不要变音 那这个词相信大家都应该认识 谢谢 那么我只强调一个小的细节 我们德语的细节比较多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大家平时在表达谢谢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 Dank 那这个Dank 其实是Ich danke dir 或者Ich danke ihnen的一个简话 我们可以衍生为Dank dir Dank schön 很感谢 也可以说Fielen Dank 对不对 Fielen Dank 那大家就要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大小写 因为Fielen Dank 这个Dank是一个名词 所以它是大写的 好我们那也给个例子 他因为我的帮助而感谢我 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 Dank这个词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是可以搭配借词Fiel 一块联用的 Fiel是加四个的 而Hielfer这个名词 它是从我们刚刚学会的动词 Helfen演变过来的 Helfen帮助这个词的名词形式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动词 Antworten Antworten的意思叫回答 那么这个词现在是变为 是这个样子的 Ich antworte Du antwortest Er sie es antwortet Wir antworten Er antwortet Sie sie antworten 再看一个例子 Er antwortet mir auf meine Frage 他回答我的问题 那么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在大多数情况下 只要说Er antwortet mir 就可以了 不必强调我的问题 所以 Auf meine Frage 这个不是必须的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两个动词 Gratulieren 祝贺 以及呢 Bgegnen 遇见 因为这两个词 现在时变为都非常正常 那么变为我就不提了 我们直接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Hans Ich habe den Test Daf schon bestanden Monika Ich gratuliere Hans 我通过答复考试了 Oh Monika 那我要祝贺你 这个Dier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如果加 按照三个变化 因为在这样的语境里面 很清楚 就是我祝贺的肯定是你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呢 是可以加也可以不加的 再看一个例子 Auf der Straße Hans Hans 昨天在大街上 遇见了他的同事 Monika 那么他的同事 Seine Colleigen 这边 就是一个三格 OK We are getting right 我们继续啊 Parson 这个动词 就表示的是 适合 它可以表示适合 这种含义 那在生活中 往往表示呢 衣物穿在身上 大小 合身 Das Kleid Passt Monika Nicht Den Ess Tool Kleid 这件连衣裙 Monika 穿着不合身 它太小了 好 我们再看 下一个动词 Schmecken Schmecken 这个词呢 表达是 什么东西 吃起来 怎么样 或者呢 就是 干脆就表达 什么东西 吃起来 好吃 比如说 家里来的德国朋友 你做了好吃的 招待人家 你肯定居然问了 饭菜还合您口味吗 你可以这么说 Schmecken die Speiser 或者 你在德国朋友家 人家请你去吃饭 餐后呢 你想表示一下赞美 觉得 这个什么东西 我很喜欢吃 吃起来 口感非常好 味道非常鲜美 你就可以说 Despise Schmecken die 这个汤 我很喜欢 所以呢 Schmecken 这个动词 是非常实用的 一个动词 我们再看 下一个动词 Gefallen 这个词呢 是喜欢的意思 喜欢 那么这个词 首先要强调一点 它的现在式变位 是属于 A变 A的那一类 所以它是特殊的 看表格变化 Ich gefallen Du gefällst Er sie es gefällt Wir gefallen Wir gefällt Sie sie gefällt 好 喜欢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Das Buch gefällt mir nicht 这本书我不喜欢 或者说呢 Der Film gefällt mir nicht 这部电影我不喜欢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词 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 一个动词 在生活中几乎每天 都可以拥有它 另外呢 注意这个词啊 一般不要用来形容菜肴 形容吃的 形容食物 形容刚刚上面那个动词 Schmecken 所以Schmecken 有吃起来 好吃 就我喜欢吃什么 Gefallen呢 是觉得什么东西 让我感到喜欢 所以这次这两个词 有点小小的区别 我们再看下一个动词 Fallen 这个词呢 是表示缺 缺了什么东西 那这个动词 现在是变味 是完全规则的 那我就不提了 我们看一下运用啊 比如说这样一个例子 My schlitzer felt mir 我的钥匙不见了 这个词在使用的时候 误作诸语 谁缺了什么东西 这个谁 就是三格 那关于Fallen这个动词啊 还有两个很常见 很好玩的句子 我们快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 Was felt dir Was felt dir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句子 字面的意思 是不是说 你缺什么吗 这边的was 是一格 你也是三格啊 你缺什么吗 实际生活中 它表达什么含义呢 你怎么了 比如说你看到有朋友 哎 身体好像不太舒服 趴在那里 你表示还关心 你就可以问人家 Was felt dir 很好这个句子啊 再看下一句话 Do felt mir 你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仔细看看啊 这个字面的意思 是不是 谁缺谁 是我缺了你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想你的意思 这是非常地道的一句德语里面的情话 我想你 Do felt mir 这句话可以在很多的电影和歌曲里面听到 那我也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将这句话啊 在合适的时候 在合适的场合 对合适的人说出去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下一个动词 Stein Stein这个词呢 本音是站着 这个大家应该是知道的 但是在这里 在我们这课里面 这个词表示什么意思呢 穿着 好看 现在请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的标题 这个单元的标题 Das steht dir gut 对吧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在单元的时候给大家解释过 这个句话翻成 你穿这件衣服很好看 现在大家应该要能够理解这个标题了 Stein 我们加三格 所以 你 对于你 你就是三格 而 主语 das 在这个 镜里面就相当于表达这个衣服 这件衣服你穿得挺好看 das steht dir gut 所以呢 生活中 你跟小伙伴一块去买衣服的时候 或者 你自己挑衣服的时候 问人家看法的时候 你就可以问 这件衣服我穿得好看吗 State mir die jacke 这件外套我穿得是否好看 你可以回答 ja ze steht dir gut 是啊 这件衣服看起来不错 穿在你身上看起来很不错 那我们前面 学过passen这个动词 passen跟steen两个动词 请大家区分开 passen指的是衣服穿在你身上 是否合身 大小尺码方面的问题 长短方面的问题 而steen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穿在你身上 是否好看 好吧 两个词后面都加三个的 但是注意区分开啊 OK 那么按照前面的 我们把所有要求 加第三格的动词 都详细地讲解了一遍 现在请大家再看一眼 这件动词 我们有这么几个动词 常见的要求加三格 helfen danken antworten gratulien begegnant passen schmecken gefallen feilen 和steen 简单总结一下啊 前面这几个动词 从helfen到danken bergegnant 这几个词呢 表达的时候是比较符合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的 也就是比如说啊 我想表达 我帮你 那就是说 ich helfe dir 我帮你 ich helfe dir 就可以了 我回答你 ich antwort dir 我祝贺你 ich gratulier dir 这个思路跟我们中国人 表达思路很像 但是后面几个动词啊 passen schmecken gefallen feilen 和steen 这几个动词 使用的时候 请大家千万小心 这些词使用的时候 主语应该是物 而不是人 人往往是表示受动的第三格了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前面的例子 比如说我想表达好吃 比如说我喜欢吃巧克力 那你可以说 de chocolade schmeckt mir chocolade 做主语 我觉得好吃 对不对 就是对于我而言是好吃的 所以是三格就表示对于我而言 那现在我做三格 那时间关系 这个关于三格的话题 我们就暂且先暂停一下 我们在下一个小节 再继续给大家讲解 感谢点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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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symкр CV 向 当